冬天要不要给多肉植物施肥 正确的方法交给你 冬天你就省点心吧 冬天因为不是多肉植物生长的季节 可以说大部分的多肉植物冬天都是不生长的 90%以上都是不生长的 所以扫操心不施肥 施肥的最佳季节是春天和今秋十月 好像有普通话大家不容易记住 那么方言就是春天和今秋十月 那很多话有朋友又问了 哎呀施肥要用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什么鸡粪鸭粪牛粪啊什么的 多肉植物根本就不需要这种肥 真的这种肥真的好恐怖 你又不是种月季又不是种草花 又不是种果树啊 为什么要用肥力那么强的东西 多肉植物那么小啊 那么小啊 而且呢花盆都还没有十厘米这样子 就用缓式颗粒肥就可以了 或者是控湿颗粒肥 只要是颗粒的肥啊都是可以的 咱们就用这个小黄瓶 当然有一种多肉植物 它还是可以湿羊分 可以湿大量的羊分啊 就是法师类的 就是你们都喜欢的法师 但是又养不好的法师 法师的话呢 是可以在春天的时候啊 是可以湿底肥的 在花盆的底部呢 可以放很多的羊分 这样子的话等到来年的话 它会长得很旺盛 反正我是养不好法师 我也是偷学来的哈 是听别人说这样子可以养得很好的 那这个黄色的控湿肥 我们怎么来用呢 你可以在种多肉的时候呢 给它拌在土里面 撒那么一勺两勺就可以了 或者种好之后呢 直接撒在花盆的表面 一勺两勺就可以了 你多一点也没关系 少一点也没关系 因为它不会伤害多肉猪的根部 用起来也很安全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